请大家起立 我们在天堂的父母感谢赞美 我们在主耶稣的带领下来到你的私人宝座前 我们应信成为你的儿女 应信我们成为有福的人 应信我们可以在你面前 把我们所有的重担卸下 应信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 应信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 向你轻轻图一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疾病 我们的缺乏都带到你的面前 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 因着你的拣选 我们可以重生成为石头 我们相信你已经随听我们有生无生的祷告 我们相信你已经随听我们有生无生的祷告 我们相信你也连绵顾念这个国家 我们也求你继续在这个国家长完全居所谓 求你继续在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心中做工 让他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管理 让真理跟恩典能够在这个国家得以彰显 让你的真理和真理能够在这个国家 主啊 我们也求你 顾念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他们有身份上的问题 他们有经济上的问题 他们有家庭团体的问题 主啊 求你都按照你的丰富 疯疯忙忙的 随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 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恩上加恩 福上加福 我们这时候 今天主耶稣在地上教导他的门徒这样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时候 愿能够真理的恩惠圣 愿你的国家民 愿你的积极在地上 愿你的积极在地上 我们的六位恩典 请一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赞 如同我们的灵人的赞 不只要我们一切失败 救我们国的修行 因为国度 全力 同样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的题目是三种有福的人 在世上每个人都想得福 但是对于福气的概念 个人都不同 有些人觉得是这个是福 但是有些人不觉得是这个福 好像最近好多人看到我 我说 牧师啊 你发福啦 他说我发福啦 这是我最不想听到的话 因为实在是 我只有横向发展 没有众向的发展 但是在圣经里头 他告诉我们 什么样是福呢 但是在圣经里头 他告诉我们 什么福能够耐久 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头 这个是圣经里头 告诉我们真正的福 如果你有忠报的话 你打开来可以看到 我已经把今天的讲题 把他的大竿都写出来 如果你有忠报的话 你会看到今天我的语言表明 第一个福 我们大家一起念 第一个福是 认识耶稣经主的人是有福的 我们来看刚才的圣经 我们一起念 耶稣给他说 你认识耶稣基督 你认识耶稣基督 你就有福就有福 那世上的人说 哎呀 我认识 但是圣经这里头的讲的认识 跟我们所谓的认识 是有点不一样的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认识川普总统吗 认识川普总统吗 认识川普总统吗 他出现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是川普吗 知道吗 你认识川普总统吗 然后我下一步要问一问你 川普认识你吗 他认识川普总统吗 他认识你吗 他不认识 那我们现在 问这个问题 主耶稣基督 耶稣认识你吗 你认识耶稣吗 为什么 因为你跟他有一种关系 我们靠着他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奉谁的名字 奉耶稣的名字 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 我们是靠着谁 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的这种认识 是一种关系上的认识 是关系上的那种 我们跟主耶稣的这种 这种范畴 真的你需要去经历它 才只能够知道 这种认识是怎么样的一种认识 我们知道 当时主耶稣 问他们读这话的时候 其实呢 犹太人也知道主耶稣 但是他们认识主耶稣 只是知道 他的母亲叫玛利亚 然后呢 他是木匠的儿子 然后他的兄弟是谁 他们跟主耶稣没有关系 然后呢 有一些人听说 他可能是先知中的一位 这种认识都不是圣经里头 神所要的那种认识 这种认识 不是我们用肉眼 用我们有限的头脑可以认识的 所以这种认识是根本的 我们根本的认识 没有根本的认识 我们根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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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读这句 那是在天上受受的事实实 是神我们的天父向我们启示 才能够让我们的天父 我们认识的 其实当时 彼得来讲 他不可能有这种认识 他是一个渔夫 按他的文化 按他的经历 按他的背景 他不可能有这种认识 他认识这位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位耶稣是神拆来拯救整个人类的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是将来要带我们到天家的那一位 是将来要带我们到天家的那一位 那一位要将来再回到这个地上来接我们的这一位 是这一位 是将来再回到这个地上来接我们的这一位 这一位认识 只有天上的父 只是我们才能够做得到 所以这种认识 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 是什么 是有福的 是有福的 有一些人说我这个人没有福气 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有这种认识 你的福气就是大 现在在法拉圣这里在路上走的人 有多少人有这种福气 在这个世界上有这种福气的人真的不是很多 因为你要得到这种福气必须有天上的父子是你 下面我们来讲第二种福气 我们来再看我们的周报 我们一起读 坐在主角前听到的福气 这是路教福音十章所记载的一段经文 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村庄 在那里呢 这家他经常去 这家里头有三个人 你们知不知道这三个人的名字呢 第一个是什么 然后呢第三个 拉撒路 这家人都很爱主 这家人都很爱主 而且呢 这个大姐马大呢 非常热情 所以他是招待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他家里 你知道主耶稣一去就不是一个人 一带就带了十二个人 所以呢 马大就很忙碌地招待主耶稣和他的门徒 她的妹妹玛利亚那是坐在主耶稣的脚前来听到 而玛利亚呢 一事奉事多 心就乱 然后他就过来跟主耶稣说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事奉 你不在意吗 耶稣为他说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部分是不能夺去的 我们今天呢 不想讲马大也不想杀 在拉哈罗 我们就是讲玛利亚 因为主耶稣说他已经选择大家上好的部分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选择上好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摆在那里 神随时要给我们 神随时要给我们 要不要就看每个人 这个人呢 他选择坐在主耶稣的脚前 这个人选择坐在主耶稣的脚前 我们刚才让大家看了 坐在脚前有三个意思 所以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非常安静地在主耶稣的面前 预备自己的心 第二,他们切尾地打开自己的心门来接受主耶稣的话 第二,他切尾地打开自己的心门来接受主耶稣的话 第二,他非常慕重 而且只能拮开自己的心 第三,大家一起念 我们今天是不是走在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是不是带着这三种的心态 我们坐在这里呢 是非常安静呢 还是非常的环兆 我们坐在这里就在想 等一下究竟要是吃洋茶呢 还是吃包子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想要去吃饭呢 或者等一下是礼法呢 还是去乡米超市 然后或者我回家 哎呀我老公昨天晚上气了我一个晚上 回去要说几句让他有气息 我昨天晚上就被迷惑了我 因为我老公就怀疑了我 所以今天我回家 我会给他一个平衡的心态 你如果是心里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安静吗 会不会安静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把所有跟神没关的东西 全部把他翻下 要预备自己的心 我觉得有好多弟兄姐妹 很早就坐在这里 预备心 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 当然他的职任所在 他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希望大家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心一定要安静 但是我希望每一位我们 来到神的面前 都会有静怀的心 然后呢 你还要谦卑地打开自己的心 而且你也必须要厉害 来开开自己的心 这个谦卑的态度非常重要 这种忧誉的态度非常重要 有一些人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去听听牧师讲的有没有道理 有些人来到教会 我来听听一听他讲的东西 是不是靠不靠谱 我们听神的话 我们只有一个态度 这是谦卑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我碰过有一些人 在读谱这话语 他在读的时候 这不符合逻辑 这不符合科学 这不符合人情 有些人 who read the word of God with this kind of attitude that the word does not fit the logic does not coincide with the signs or that it is not reasonable 那最后呢怎么样呢 这样的态度 神的话对他没有益处 有一个人 他就是带着这种态度 他对神的话 这段话我不喜欢 所以他就失掉 这一天不符合科学 后来他病了 后来他病了 不知道圣经怎么说 结果拿出来自己这门圣经 所以当他看着神的语言 他只剩一两遍 这时候他才觉得需要来看圣经 结果那些圣经都给他失掉了 我们今天真的在神的面前 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 那些我们认为不合理的 问题不在圣经 问题是在我们之间 我们的头脑有限 我们的理解力有限 现在有一些人 对圣经 这里有矛盾 那个有矛盾 一点都不谦卑 这些人 没办法从神那里得到什么 所以最后吃亏是自己 还有对神的话 你是什么样呢 礼拜六早上 庄牧师在这里讲到 他在讲说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是这样读经的 一天读好多章 他们读很多篇 很多篇 你们猜猜多少章 你们猜猜多少章 你们猜多少章 他们在写多少章 我想一个人如果一天读十章 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读十章 一天读十章 我不想让你们举手 但是我看下面有人在摇头 读十章的已经很少很少了 他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一天读五十多章 有些人读五十多章 这样如果是没有即可不易 你不可能读那么多是不是 我们这里圣经每个人要一本圣经太容易了 在中国大陆 有一段时间要一本圣经非常难 特别是在新疆那个地方 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新疆的弟兄在做见证 新疆有那么大的地方 那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下乡在冰团那里去 但是他说有时候方圆几百里立只有一本圣经 他们就开始轮 所以他们只需要轮 一个人最多轮 就是圣经到敌人的手就是一个礼拜 有一个弟兄在做见证 他说下一次就轮到我了 但是一直都很忙 没时间 所以他就像城球 所以他就像城球 他说最好让我能够工伤 因为你在那时候你要请假都可以 因为在那时候 要脱离病的日子 是很难的 后来他果然工伤 工伤也刚好一个礼拜 他说他很感谢主 他说我们每次我们受伤 我说神啊 让他医治我 是不是 所以他很感谢 因为他说 每天我们受伤 我们一直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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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天 那个弟兄祷告 神啊 让我工伤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祷告呢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祷告呢 就是他太饥渴了 太渴慕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 到了他的手 他吃饭的时候也在看圣经 他说一个礼拜 圣经整本 从头到尾看 然后从头到尾看 从头到尾看 从头到尾看 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那天晚上 在查经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我亲身的经历 在文革的时候 红卫兵去抄家 在文革的时候 红卫兵去抄家 如果你找到圣经 那你就麻烦大了 如果你找到圣经 如果你找到圣经 那你就麻烦大了 所以很多人都把圣经都拿走 所以很多人都把圣经都拿走 到前面 前面几家马上就到我们家了 结果那天晚上 我跟我表哥几个人就在圣子里头刮了一个洞 然后把整本圣经放在一个铁皮的饼干箱里头 然后就大概刮第三尺 就把这个圣经藏进去 那天晚上 我弟弟和我 把圣经藏在床里 把圣经藏在床里放在床里 把圣经藏在床里 结果呢 结果红卫兵最后呢 也没有到我们家 结果呢 结果红卫兵最后呢 也没有到我们家 但是什么时候 他会来 大家也不知道 所以他们会来 大概放了几天 我姥姥说不行 我每天都要读 我姥姥说不行 我姥姥说 我姥姥说 我必须要读圣经文 结果呢 我们又把它挖了出来 但是很多弟兄姐妹 都要读圣经 结果我们怎么办呢 创世记 把整本圣经把它分开 创世记 出埃及记 放了几十本 然后就开始轮流 然后就开始轮流 每个人 你读完了 马上再轮给你 那时候的圣经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宝贝 然后呢 那些表哥 堂哥他们下乡 我就抄圣经 抄方物单全 每一次呢 抄十几页 寄给他们 你们有没有看过我写的字 还看得过去吗 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 那字就是那时候念的 那时候真的有机可 现在这么多圣经 我家里的圣经就几十门 我希望弟兄姐妹 真的 大家又有 像玛利亚那样 有一个饥渴的心 愿意去听主说话 这个是什么样的福分呢 我们一起读 这个是什么样的福分呢 我们一起读 上好福分 我们再读一下 什么福分 上好福分 这个是一个好福分 今天大家都说 又有福又有福 今天大家都说 大家想要福 但是 你所想象的福 不一定是福 中奖是不是福啊 是不是福 哎呀 有些人就一直祷告 神啊 我不求多 我一生给我中一支奖吧 所以 人们就祝福 我没有求太多 但是 我只能赢一个 然后我得奖以后呢 我就多少 我就再安排 再安排 所以 当我赢了奖奖 我只能赢了奖奖 我最近在这个网上读到了一篇 我觉得非常可悲 这生意义到的 这个男的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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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想跟他的女朋友分享 结果去见到那个女朋友,女朋友说,哇,分享啊,一份奖比分两个人,最好分我一个,马上把这个男朋友把他杀掉。 你看,这个男的中奖,什么是福气啊,他如果不中奖的话,他还不用死。 所以今天,世上人的所谓的福气,你真的要打几个问号。 所以现在,在这个地上,认为是祝福,有时候,你必须要有些问题。 你千万不要想要得到。 我有一次在法拉圣,法拉圣有一条街叫做巴姆。 大家知道那条街吗? 哦,巴姆,OK。 那是一条街叫巴姆。 我在走路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走得很快,然后就拍我的肩膀。 所以,有一位男人很快,他站在我的肩膀。 我看到他们很紧 randomly赚恨。 take它! 得 Kryп屏。 然后,发生互历干。